第三届美国橡皮鸭漂流大赛 在美国罗德岛的黑石河畔展开 活动当天大家挤在桥上观看这项活动 主办单位用起重机高高吊起大金属篮子 并一口气倒出超过一万七千只黄色橡皮小鸭 全部投放到黑石河里 这些鸭子是由当地市民与团体们自发购买的橡皮小鸭 在投到河里之前已经完成编号 不过有一只小鸭临阵退缩 不论再怎么用力摇啊晃啊 这只顽强的小鸭依然稳稳挂在篮子上 成了全场的意外焦点 鸭子放到河里面之后再由人力波动它们 鸭子必须完成漂流在这个全场高达800英尺的河道 漂流大赛共横跨了两座城镇 比赛收入所得将大部分捐作慈善 前50只最快通过终点线的小鸭主人将可获奖 第一名可获得免金2500元的奖金